你不要吵 你們出去 你們每次在那邊 說出去 從早到晚就跟你說廚房 叫你不要進來 你現在是外場的 好 不要吵架 你現在去廣告什麼 那外場我就沒有事情做嘛 那關我屁事喔 沒有 不是 你們去搜這個 你們都一直叫我出去出去 你先去搜這個 先完成東西啦 快點啦 我一直在說的事情 你們一直叫我出去出去 不是 你要做東西 沒事啊... 不要吵架 對不對 我們不能把情緒帶到這個 工作場合來了 鬼鬼無印節日前在來 把營業中 音樂與搖遠好奇爭執而落下眼淚 節目片段 引起正反兩方的熱烈討論 有網友在底下留言 是鬼鬼的口氣比較差 就是出去就好了 很難懂嗎 有網友表示 很討厭他 這麼不尊重自己的工作 而鬼鬼本人也親自回覆 請網友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不只為自己發聲 看到網友批評製作團隊 鬼鬼勇敢跳出來反駁 見到鬼鬼引起留言戰火 楊仁浩本人也在底下留言說到 鬼鬼真的很認真 整個製作團隊也很認真 完成該做的事 鬼鬼本人也在事後發文說到 經過這個節目 才了解自己對開店 真的一窍不通 並解釋當下的自己 真的心急如焚 沒有把情緒控制好 也真心敬佩 餐飲夜的辛苦 不少網友和藝人好友 豐豐為鬼鬼加油打氣 而個性真心情的鬼鬼 其實也曾經在玩很大當中 落淚過 來啊 我說 竹竹嗎 鮮膀嗎 有竹片支援嗎 這裡的地很不平 沒有想像這麼大 我沒有這個意思 那我找找看教學 很奇怪 我就沒有這個意思嘛 那妳叫鏡頭拍我幹嘛嘛 我沒有這個意思啦 欸 真生氣 生氣 我就沒有這個意思 只要說 奇怪 我不想坐那車了啦 我就跟你說 我沒有這個意思啊 我一直要這樣子說 我覺得我一直生氣 好啦 開玩笑 我 走走走 我真的沒有這個意思 知道啦 知道啦 我真的就是 所以說 我又沒有要害你 對嘛 妳怎麼可能會害我 我都沒有要害你 妳不可能會害我的啊 妳不可能啊 不是 妳剛剛沒有就是這個 我害你 OK啦 怎麼可能 妳怎麼可能會害我 我沒有這個意思 她不會有這個 妳不會有這個意思的啦 會 對不起啊 我是真的 好 對不起 我只是想說 有一點好笑啊 我下車了 會 會滿好笑的 我會覺得媽媽說 我才笑妳啊 我才弄妳啊 等一下 我突然 結果就走心了 妳走心了 我上次去玩很大 跟KID哥吵架這件事情 就被他們說 他們覺得我在 用哭來覺得我 耍任性 對 但其實 不會耶 有些成分 我們覺得很真情流露 對 但因為我就是忍不住了 然後我才哭 但我的確就是一個 非常愛哭的人 但我不是為了哭 去要這個哏 我就是因為情緒到了一個 感受到了才會哭 真性情的個性 雖然引起不少討論 但這也是最真實的鬼鬼 只能說團隊合作 小摩擦無可避免 但大家都是為了想讓成品更完美啦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